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梁看电影 上周末我到电影院看了一部新电影 名字叫《我的特工爷爷》 我估计有不少观众朋友已经看过了 洪金宝主演的 基本还是展示他的功夫的这样一部电影 我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感慨 感慨什么呢 因为我在这个片子里 看到了非常多的我的学生时代 看到那些比较熟的面孔 你像洪金宝啊 这个袁彪啊 袁华啊 等等等等 就是原来香港七小徒这本人 为什么我感到很感慨呢 他其实这些人的熟悉的面孔啊 也代表着我对青春的一种记忆 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期 我在读初中高中和大学大一大二那个时候 就当时我们接触到比较早 当时有两种渠道 一种是呢 地方电视台呢 经常把电影啊 当电视剧放 有的时候在某一个频道里边 二四小时轮播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八十年代 风靡中国各个城市的录像厅 几块钱一张票 进里边一看 看几个小时 甚至通宵 那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两种渠道 看到的香港影片呢 其中有一大部分 是这些人主演的功夫喜剧片 或者说动作片 所以看到红金宝啊 看到袁彪啊 还有这些人熟悉的脸孔 就想起那个时候我看到的 很多和他们有关的香港电影 所以这个片子看的时候呢 我也有很多感慨 当然很多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人呢 也许就是冲着当初青春的一些记忆 到电影院看《我的特工爷爷》 可是你要从这个电影里边呢 要寻找过去香港功夫喜剧的一些东西 可能你会微微有点失望 因为我看完了之后感觉呢 这片子里边呢 是有大段的红金宝的这种武打场面 而且红金宝也还是他那种武打风格 身子挺胖 但是这个动作依然很灵活 这里边虽然他演一个老头 这身子动起来不是很方便了 但是拳拳道路误不胜风 打的依然是比较狠辣 那个老头不简单 是红金宝的风格 硬桥硬码的 这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片子主要的卖点 你从头看得回你发现 已经不是红金宝的动作 不是他的武打场面 这里边比较感人的是什么 是红金宝演这个角色老丁 和那个小女孩李春桐 也维 utveckego号 这也就一定看不出了 是红金宝演的 电脑 不胜色的 是红金宝演一个 人才会讲的 如果把它复制好 还是红金的 若干人的 是红金宝演的 能有出口 所以 我不是大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老丁 朴老太婆怎么总是色明明地盯着你啊 但是你再从头到尾仔细地看的时候再一琢磨 发现这不仅仅是打温清牌的一部电影 它这里头有胡宁宝对似水流年的一种追 它要通过英雄驰目 壮心不已来展示自己对功夫电影的一种情怀 一种追 一种追 再看一看